今天我们要拿出这本生活数学第3 翻开第16页正面 今天我们要来学上中下里外 我们首先看上中下 看这张图片的衣橱 先看衣橱先 好来我们来先看上 上衣橱的上面有什么 有一个盒子 然后我们要拿出这个玩具 它上面有一个盒子 所以我们就要拿出一个这个玩具 放在这里 1 好来我们来看中 中就是中间 中间有几件衣橱 来我们来算 1 2 3 4 所以总共是有四接一副 所以我们要拿出四个这个玩具 所以我们来算 1 2 3 4 拿出四个有四接一副就拿出四个 好我们就斗起来 这样它就不会漏漏跑咯 就不会跑一跑去 兜起来 有四个 所以就放在中间 好来我们来看下 下有几件衣橱来我们来算 1 2 有两件衣橱是不是 所以我们来拿出这个1 2 有两个 有两个 就斗起来 2 放在下 上 中 下 就好了咯 好来我们来看里外 里 里面 外 外面 我们来看这张图 里就是 它衣橱里面 有几件衣服 Y就是衣橱外面有几件物品 我们先来看里面 里 里面有几件衣服 我们就来算 1 2 3 4 5 6 有六件衣服是不是 来我们就来算 1 2 3 4 5 5 6 6 好六个啦 我们就要斗彩 斗彩 用一方啦 6个 我们就要放在里 那边 里 6个 好来我们来看衣橱的外面 Y 外面 来我们来看有几样东西 1 2 3 4 5 有五个物品是不是 盒子 衣服 帽子 桌子 跟鞋 有五个 所以我们来算 1 2 3 3 4 5 5 5个是不是 好 来 揍起来 5个 放在外 就这样子啦 好 来 我们接下来新的一面 来 正面 我们这一面你们就要拿出 鲜笔 要记得写上日期哦 要记得写上日期啊 不要忘记 好 来我们来看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 来我们来看回之前的图 这件衣服 它是在 厨里面 还是 桌子 外面 它是在 厨还是在桌子 它是 这件衣服是在 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就发现 发现在厨 来我们来看 鞋子 来我们来看回 这张图 鞋 它的鞋子在哪里 是在厨 还是在 桌子 你看 它的鞋 是在桌子那边 对不对 对 对了 所以鞋就要 画现去桌子 要画现去桌子 好 来 我们来看 盒子 盒子来我们来看回 这张图 盒子是在 除 还是在桌子 是在桌子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画现去 桌子 桌子 那边 好 来我们来看 来跟着老师念 上 上 上 中 中 下 下 上 中 下 上面 中间 下面 好 来我们来看 它 这件衣服 是在图的 上 中 下 来我们来看 看来这张图 它这件红色的衣服是在除的上中下 它是在中 中间 对 它是在中间 所以 我们要画现去 中 画现去 中 中间 它在中间 好 来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鞋子 鞋子 来我们看回 鞋子是在 桌子的 下面 对不对 它是在桌子的 下面 所以 我们 要 上中下 哪一个 鞋子在 桌子的 下面 所以 我们要画现去 下 对 去下 好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盒子 盒子 它在除的 来看回 看这张图 它盒子是在 衣除的 上 在上面 所以 盒子 是在衣除的 上面 所以 我们 要画现去 上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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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